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ce 今天这个影片要为大家来占卜 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个问题 它的答案是yes或者是no呢 今天进行的方式桌面上有六幅不同的牌卡 请选出一幅你比较有感应的牌卡 你可以选出一个你比较喜欢的花色或者数字 如果还不能决定可以把时间按暂停 有需要预约做个人占卜的观众 可以看下方的说明 那你今天你心里所想的这个问题 可以是关于感情 也可以是关于工作 或是关于其他的事情 不过要特别提醒你 目前这件事情必须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比较没有办法帮别人去问 另外这件事也必须是在符合一般社会传统价值 以及不是一些天马行空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那你心里所想着 你心里所想要问的问题 选出一幅你最有感应的牌卡 那你决定好了吗 如果决定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占卜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选到第一个 选到方块三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个事情 到底答案是yes还是no呢 好 这里你首先你抽到的主牌是抽到的是太阳 所以先恭喜你哦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 它的答案是肯定的 不管是关于感情 还是关于工作 或是关于其他的一些计划 那接下来我再帮你抽出几张牌卡 帮你预测一下目前这整件事 或你心里所想的这个问题 它目前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及你所要面临的 所要注意的事情 首先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讯息是 有一部分的你们 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 它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 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坚持的非常辛苦 甚至你也有一点提不起劲 甚至你也会觉得心里是蛮受到 蛮受伤的 你甚至心里也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不太有机会成功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确定 不过这里要告诉你 目前这件事情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是会成功的 所以必须告诉你 先不要放弃 再坚持一段时间 好的消息是会到来的 另外这幅牌卡里面 也出现了很多 跟数字三有关的牌 数字三也代表着一种团队合作 也代表你要完成这整件事情 必须要有人帮助你 或者是如果你问的是感情的话 这段感情如果要能够 比较顺利的往下发展 你们两个必须共同的努力 以及对于未来要有共识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们这段感情的发展 所以这整件事情也关乎着合作 关乎着彼此互相的一个协助的一个状态 好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这整件事情是关于金钱 关于事业的话 就像我刚刚所看到的 你在跟同事上 或者是在跟工作伙伴上 其实合作是会还不错的 而且也会有一个发展 也会有一个稳固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看到这个状态 好 那再来这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 很多的时候你在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 或这个感情 这个问题 有时候你很容易因为你自己过去 在情感面上 或是在这整件事情上 过去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 或者是说身边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这样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 或过去不好的经验 会导致于你现在对于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也会特别提醒你 不要太过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 这样子你对于这件事情要 才会有比较有信心 也提醒你先不要放弃 因为这你心里所想的事情是肯定的 是可以被实现的 有看到这个状态 而且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近期之内会有好消息的到来 所以如果目前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话 也希望你在耐心等待 好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那如果你问的是关于创业 或关于事业的话 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这里有出现跟事业有关的牌 权杖三也代表你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后 你正在叙事待发 准备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 有看到这个讯息 好 基本上选到这一组是还不错的 而且你心里所想的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你抽到的是是的 所以回应到今天所问的问题 你心里所想的答案是肯定的 好 那再来第二个 你抽到的是要有信心 就像我刚刚所看到的那张保健三 有时候这种保健三的一种伤害 或者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是来自于你内在的想法 或者是别人对于你的批评 或者是旁人的一个反对的声音 也来自于你过往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 也希望你能够不要这么的在意别人说什么 或者是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的反对 坚持你心里所想的 这件事情是会成功的 那最后他告诉你要有信心 我朗读一下上面的文字 他告诉你说 你的祈求正在实现 请你保持乐观的态度 听从你内在的指引 好 也非常恭喜选到方块三的观众朋友 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而且是非常有机会可以成功的 因为塔罗的太阳牌也像真的成功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你 有时候这样的成功也在告诉你 你必须要能够 有些时候 抱着乐观的态度是好的 但是也要提醒你要注意 这件事情发展的一些细节 也不要太过度的自信 好 以上就是选到 第一组拍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副牌卡的 我们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整件事情 到底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呢 你这里抽到的第一张主牌是吊人牌 那通常抽到吊人这张牌 它是代表目前这件事情 或你心里所想的 不管感情还是工作 这个问题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 有一种僵持不下的感觉 甚至在短期之内你也看不到有太大的进展跟突破 一切会比较像是陷入僵局的一个状态 所以选到第二组拍卡的观众朋友 这个要告诉你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问题 它的答案目前是还不明朗化的 不能说是yes 也不能说是no 比较像是maybe 就是一种可能的状态 那抽到这组拍是在告诉你说 目前你可能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你必须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你心里所想的问题答案才会浮现 才会明朗化 你出现这张也在告诉你 顺应目前的环境就好 不太需要去刻意的去改变 不太需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一些努力 因为目前这样的状态 就算你付出再多的努力 很可能短时间内 你也比较没有办法改变你外在的一个环境 对这整件事情造成的限制 这张牌的出现通常告诉你 顺应现在的环境 有点像是顺其自然 或者是等待时间点的到来 等到时机点到的时候 这整件事情才会有一个明朗化的答案 到时候你才会知道 到底是yes或者是no 好 那接着我想帮你抽出几张牌 帮你看一下 目前这整件事情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及你该注意些什么 好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问的这整件事情 第一个如果是关于事业或是关于工作的话 那为什么目前这个答案还没有办法这么明确这么肯定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问的是工作跟金钱有关的话 第一个目前你身边的资源还并不是那么的足够 甚至你会有一种很缺乏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资金不够钱不够 就是看到第一个讯息 那接下来如果你想要问的是感情的话 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你跟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你们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期待或者是付出的感情 那个比例差是太悬殊了 其中一个人的付出是只有一点点 但是另外一个人的付出或是另外一个人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落差也会导致于目前你们这段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明朗化 很可能其中一个人已经想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 但是另外一个人还没有准备好 你们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认知的进展的一个程度的落差 也是目前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点 好 再来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要提醒你哦 对于你目前心里所想的这件事 可以看得出来你打从心里 你非常想要实现 而且你也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完成这件事 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希望目前的你对于这整件事 不要抱有太多过高的期待 必须要能够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整件事情 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好 再来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目前为什么这整件事情还没有办法有所进展的话 其实如果你问的是工作比较实际层面的话 或者是说在情感面上 这也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很可能是你或者是你现在你合作的伙伴 或者是你的这个情感对象 他其实对于目前这段关系他投入的心力还没有到这么的多 他也有一种比较还没有计划到这么长远的未来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只看得到眼前还投入不够多努力 所以这也会导致目前这整件事进行可能 还没有办法这么的顺利投入的努力不够多也是目前的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要改变目前这整件事情发展的一个状况 甚至说希望能够加速这整件事情的发展的话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第一个你必须等待时间点的到来 因为这里的命运之轮是逆位 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还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再来第二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对于这整件事情不要有一些过高的期待 必须要能够比较脚踏实地 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的去做 比较容易有机会再过一阵子等到十几点的到来 答案就会明朗化了 也有看到这样的讯息 另外为什么目前这件事没有办法进展顺利 除了刚刚所说到的很可能是你身边的资源不够之外 如果你问的是感情层面上 这里可以看得到一种你跟这个对象之间 你们在观念上或是在想法上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 特别是在价值观上 这个也是你们目前必须要去调整的 好 所以鼓励选到第二组排卡的观众朋友 目前这整件事情答案还是不明朗化的 必须再等待一段时间你才会知道答案 所以现在的你我希望先耐心的等待 你先不要做出一些比较仓促的决定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排卡呢 你第一张抽到的就是等待 那我朗读一下下面的文字 它告诉你不要仓促形式 就是静后更好的结果 好 那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结果呢 就像我刚刚所提出的那几点 如果你能够去改变的话 这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要比较能够确立你的目标 或者是更明确的去执行 一步一步来 因为其实选到这一组的人 这里的圣杯牌是蛮多的 代表你心里其实有蛮多的期待 跟蛮大的一个 你非常想要做这件事 但是其实你的行动力感觉确实不是那么足够的 这里的行动力不足 以及刚才看得到资源不足 也是你目前要去调整 要去改变的 好 那最后你抽到的是等待 所以鼓励省到这组排卡的观众朋友 先不太需要着急 记得我说的 等待 时间点的到来 当你已经尽了你最大努力的时候 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这件事情你心里就会有答案了 这个答案就会自动的出现了 好 以上就是选到第二组排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 再来我们来看选到红星2的观众朋友 请各位观众要认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号码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整件事情 到底是yes或是no呢 那你这里抽到的主牌是恋人牌 所以恭喜选到这一组 选到红星2的观众朋友 你目前心里所想的这整件事情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通常这件事 如果你问的是感情 问的是恋情 问的是这个人喜不喜欢你 那非常恭喜你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张也对应到感情 那如果你问的是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想告诉你 是的 因为恋人在塔罗牌上也代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也代表做选择 好 那接下来我想帮你抽出几张牌 帮你看一下这整件事情 或你心中所想的这个问题 目前发展的走向 以及你要注意什么 好 首先这里如果说你今天心里所想的是问感情 问这个对象在不在意你 他喜不喜欢你 我想跟你说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里出现了蛮多跟情感方面有关的牌 那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目前你跟这个对象 如果是在讲感情的话 其实发展也算是蛮顺利的 而且也会进入到一个 慢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状态 好 当然啦 这里有一种非常极端的状况 是我要特别提出来讲 当然是比较少数的观众会选到这一组 很多你现在问的这个人 如果他本身 特别他是男生的话 他现在可能原本就有伴侣了 但是他现在他是喜欢你的 也有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如果你问的这整件事情 是关于金钱 关于你的事业的话 其实这里你有出现钱币四 代表是一种稳固的一个状态 也代表最近的你要把握工作上 或事业上一个新的机会 自己的恋人代表 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把握机会 我相信在你的工作 或在你的这个事业发展上 是可以进入到一个稳固的状态 但是也要特别细心你哦 当你进入一个稳固的状态之后 你必须要能够不要这么害怕失去 或者是这么的执着于你的金钱 执着于你的利益 有时候走到数字四会变成一种过度稳固 就会有一种僵化的感觉 也希望你要知道 当你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之后 接下来你要更懂得去付出 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多 也有看到这样的讯息 好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你目前问的这整件事情 是关于合作 关于人际关系 或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 或是打 或是在讲一些契约 或是在讲合作 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和谐 彼此互相理解 或是定立签立一个合约 都是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好 另外要特别提醒选到 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里有 有两张牌 都是跟你的情感面比较有关系 所以这整件事情 如果说你必须要能够成功 或者是就像刚刚所看到 答案是肯定的 也在提醒你要能够学着去 如果是跟人与人之间有关 彼此的沟通跟协调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在讲你自己的情感面 也要特别提醒你要对于你自己有自信 不要患得患失 因为目前这整件事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而且是彼此都能够达成一个和谐 达成共识的一个状态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这一抽到的是不需要担心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看到的 选到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这里唯一有一个问题 你要特别提醒你注意 就是你不要因为你的情绪 而影响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而且你必须要控制好你的心情 控制好你的情绪 以及你对于你自己要有自信 好 最后你抽到的文字牌卡是勇于梦想 他告诉你秉除藐视自己的想法 你要想象自己会成功 所以要告诉你 不要去看不起你自己 你要对于这整件事是有信心的 不管你是问感情还是问工作 或是问一个机会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要好好的把握 是会迈向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状态 而且在情感面上也是相当和谐 相当圆满的一段关系 好 以上就是审到 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 再来我们来看选到红星期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两件事情 到底答案是对还是错呢 我们来看 这里你抽到的主牌 你第一张抽到的牌是圣杯期 那通常出现圣杯期 它代表着是一种选择 也代表不明确 暧昧不明朗的一个状态 也代表现在的你眼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了 或者是你心里有太多的想法 对于这整件事情 其实你自己也好像在云雾里面看不清楚 所以选到红星期的观众朋友 你目前心里所想的这个答案 它不是对也不是错 它还处在一个不明确的状态 比较像是maybe的那种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想帮你抽出几张牌 帮你看一下目前这整件事发展的一个走向 以及你所要注意的事情 那通常出现圣杯期这张牌也要特别提醒你 很多时候你很容易在这整件事情里 迷失了你自己 最主要的原因是 很可能是你心里有太多的想法 你一直犹豫不决 以及你没有办法认清楚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以及你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要的是什么 选到圣杯期也在提醒你 要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的东西 以及你必须要了解你内在真正的声音 以及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 这样子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才能够知道你所想得到的答案 好 那再来我帮你看一下你目前这整件事情的发展 需要注意什么 以及问题点在哪 好 首先选到这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这里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这整件事情如果是跟钱有关或是跟工作有关的话 这里要特别提醒你 目前可以看得到你在资源上或在金钱上可能比较不是那么足够的 感觉上这整件事情还没有一个开始还没有一个顺利推动它开启的一个资源 代表资源是不足的 有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问的是感情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段关系 比较像是一个不明确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是暧昧关系当中 很可能是还没有开始的一段感情 有看到这个讯息 而且目前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你对于这整件事情 其实有一点行动力不足的那种感觉 也是会导致于目前这整件事情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明朗化 这里可以看得到 其实在你的心目中 你是由你所想要追求的 你其实目前对于你的状态 对于你们目前的现状 其实你是相当不满足的 甚至有一种停滞 非常倦怠的一种感觉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你却提不起劲 或是你一直没有办法想清楚你心里所想要的是什么 会有一种不敢改变现状的感觉 但是你又不安于现况 会有一种陷入僵局的一种感觉 好 所以这里要提醒你 目前你可能先不要放弃 而且你必须要先认清楚 你所想要的是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这整件事情 才能够明朗化 你才能够找到 你心里所想要找到的答案 好 我再帮你看一下 这里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另外特别要提醒你 如果你是在问感情的话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你跟这个对象之间 其实你们彼此相处起来 特别自在你的心里面 你会有一种 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 跟他相处起来 其实是蛮辛苦的 感觉这样 其中一方是必须一直妥协 或者是要顺从对方 这个也是有看到这个问题点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你 如果你是在问工作 如果在问事业的话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其实你心里有你所想要追求的目标 但是有时候你会一开始是很有性质的 但是很可能到了后面 你会比较后继无力 或者是比较会有半途而废的状况 这个可能要特别提醒你留意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文字牌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深思熟虑 那我念一下下面的文字 他告诉你花一点时间来思索 你真正的渴望 就像你刚才抽到这张主牌一样 这里的圣杯其实在告诉你 目前的你其实也不急着去 去想这个答案到底是对的 还是no 还是错的 因为目前的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告诉你 先不要仓促的做决定 你必须花一段时间 好好地去思考 找出你心里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好 那如果运用在感情上 他其实也在告诉你 目前其实你对于你这个对象 或者是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你就像是物理看花一样 你根本还没有这么了解这个人 也希望你必须多花点时间去了解 你现在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很可能到后来你才发现 他也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的天使牌卡 告诉你什么呢 获取更多的资讯 所以也鼓励选到 红星期的观众朋友 虽然说目前今天这个答案 不是yes也不是no 它比较像是一种或许 像是一种maybe的状态 那至于什么时候你能够得到答案呢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当你再仔细地去思考 或者是多花点时间跟自己相处 当你多了解对方的时候 我相信你就会找到你心里所想要找到的答案了 以上就是选到红星期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黑桃食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你心里所想的这整件事情 到底答案是yes还是no呢 这里首先你抽到的主牌是死神牌 通常出现死神这张牌是代表 这整件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经历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 甚至现在在测影片的你很可能 你已经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答案是no了 但是你还是不死心想要来测看看的人 通常会选到这一组 这里的死神也代表 你将挥别过去一些不好的事情 即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变化 全新的开始 不过通常这样的结束是代表一段感情的结束 或是代表工作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甚至代表离职 或是失去了你的工作 通常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是在你心理层面上 你会觉得是比较难以去调试的 不过也要特别鼓励你说 选到死神这张牌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它象征着旧有不好的习惯 就有不好的一个状态 已经要结束了 而你即将会重新开始 迈向一个新的人生 好所以简单来讲 选到这一组牌的观众朋友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答案是no的 是代表一件事件已经结束了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那接下来我帮你看一下 你还有抽到哪些牌卡 帮你预测一下 目前这整件事情发展的方向 以及你要注意些什么 好 首先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讯息是第一个 为什么这整件事情会进展的这么不顺利 其实第一个也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原因是第一个 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 会遭受到一些外来的干预 或者是其他人的介入 会导致这整件事情发展 会有这样一个剧烈或者是很不好的一个变化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你们问的心里这个问题 其实打从一开始 或者说在你做这件事 或者是说当你开启这段感情的一开端 其实你就知道你们两个不会有结果 或者是整件事的一开始 你就觉得这么做好像并不好 但是你还是去做了 所以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所以这里有一种感觉就是 很多的你们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也有一种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感觉 也可以看得到如果你问的是情感关系的话 其实很多如果你是在问单恋的人 也会选到这一组 就是感觉到好像只有单方面在努力 另外一方面的投入却不是这么的多 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失落的感觉 不过这里要提醒你 有很多选到这一组的人 要特别在提醒你未来的话 如果你在做其他任何事情上 你一开始的那个想法 那个初衷 那个念头是很重要的 这边选到这一组的常常有这个感觉 也就是你一开始明明知道就行不通了 但是你还是硬要去做 最后可能就得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 也有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好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目前你如果你在问感情的话 其实你们最大的阻碍 我认为是比较跟现实有关 一些实际上 比如说这个对象 他一直没有办法给你一些承诺 以及你们之间可能关于金钱 或者是关于一些物质上的一些 你们两个在价值观上 或是会因为金钱而导致你们这段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顺利的发展 也有看到这个讯息 而且有些时候你的这个对象 他其实投入的情感的程度 并不是那么的多 甚至也有一点不是那么真诚的感觉 这个也会导致你们的关系比较不顺利 有看到这样一个状态 好 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你哦 很多的你们在做这整件事情上 其实会让你有一种感觉 很可能是你或者是你问的这个人 有一种太过冲动了 或者是说为什么目前为止 会出现死神这张牌 也是代表了这整件事情 太过冲动或太过莽撞 可能你还没有想清楚就去做了 或者是对方的态度 他太善变了 也会导致你们这段关系破裂 也代表其中一个一个人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很可能是对方突然离开你 对方突然提分手 也代表有时候你们 其中的一个人太没有耐性了 也会导致这段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顺利的发展 如果你在问的是一个事件的话 也特别提醒你 虽然说目前看得出来 这整件事情比较像是已经结束了 比较不会有后续的发展 那在未来其他的事情上 也要特别提醒你 不要太过的冲动 不要一直横冲直撞 必须要能够去评估去思考 这整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你投入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很多这整件事情的一开始 你根本就知道行不通 但是你还是去做了 所以最后面临这样的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 也是在你心理上会觉得 很难去接受的一个状况 你会有一种好像付出 都得不到回报的感觉 好 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你 选到这组排卡的你们 最近你们在心情上 或在你的想法上 会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你必须要好好的去 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不要让自己的思绪陷入一个 很混乱的一个状态 这样也会影响你最近整体的一个运势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这里也要特别讲 如果你是在问感情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点 就是你跟这个对象其中一个人 他的想法太过固执了 也不太会愿意为对方改变 这个也会导致你们的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顺利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抽到什么文字排卡呢 第一张你抽到的是 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目前心里所问的这整件事情 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也在告诉你 可以放弃了 必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 好 最后你抽到的是 探索你的选择 我朗读一下下面的文字 他告诉你 该是考虑别种可能性的时候了 这是个改变的一个时机 所以 要鼓励选到这组排卡的观众朋友 有时候 结束跟改变并不可怕 代表你会有一个 诚心的开始 以上就是选到黑桃10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黑桃9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个问题 到底是yes还是no呢 我们来看 首先你这里抽到的主牌 的是高塔这张牌 所以比较遗憾的要告诉你 通常选到这张牌卡是代表 目前这整件事情已经有一个 非常剧烈的变化 而且也代表已经迈向 比较像是结束了 或者是一个很突然的 一个不好的一个转变 好 所以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情 答案是no的 而且通常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否认的一个状况 这样一个否定的一个状态 是来的很突然 甚至现在的你可能 也还没有办法接受 有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好 不过这样 这张高塔的一个变故 或者是一个变化 很多时候是比较无可避免的 当然这种通常是来自于 其实这张高塔的一个无可避免 你可以说是命运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这种无可避免的一个灾难 或者是无可避免的一个不好的结尾 其实跟当初你做这整件事情 你的出发点是很有关系的 很可能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整件事情这么做可能会失败 或者是这段感情这么做 可能会导致你们分开 但是你还是这么做了 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回到你的想法的源头 当你一开始如果就察觉一些问题点 但是你们又不愿意去面对的话 这个破坏性的一个毁灭 就是比较难以被避免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简单来讲 目前选到这一组的 你心里所想的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可能跟你原本的落差 跟你原本的想法是差很多的 你原本可能是很乐观 或者是原本把它想的很好 但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答案 会让你觉得很难以接受 或是很突然的一个转变 好 那接下来我帮你看一下 你还要抽到哪些牌卡 帮你预测一下 目前这整件事情 它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及你要注意些什么 好 这里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如果你是在问情感的话 很多的你们这段感情的开始 其实开启的非常的快 甚至有一种 很多的你们可能是一见钟情 或者是刚开始发展的非常快速 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有一种直转即下的感觉 而且在你心里会有一种很不平衡 有一种不被公平对待的感受 你们这段关系 比较像是失去平衡的一个状态 甚至到了现在为止 你还会有一种责怪自己 或责怪对方 甚至你也会怀疑说 自己到底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样的决定 才会导致今天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好 另外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是在问情感的话 目前你跟这个情感对象 其实你们之间的冲突也是蛮大的 有看到一些已经断链 或者是已经吵到分手的一个状态 好 那选到这一组牌卡的 也要特别提醒你哦 这里有出现恶魔这张牌 通常出现恶魔也代表 目前你心里所想的这整件事情 不管是关于工作 还是关于感情 还是关于其他的事 要特别提醒你第一个 不要被一些 不要为了追求一些很表面的利益 或者是不要因为你内在的一些欲望 而去做这整件事情 不然这整件事情就比较容易失败 比较容易像今天所看到的 比较会是一个不好的发展 好 这里要提醒你 必须要能够勇敢摆脱于你 对于一些事情过度的沉溺 对于一段感情过度的执着 也有看到这个讯息 好 另外也可以看得到说 目前这整件事情 其实审判的逆位也在告诉你 第一个 如果说这整件事情 目前这个高塔的状况 还没有发生的话 因为高塔代表一个 突然很剧烈的一个变化 这里又出现审判是在告诉你 如果说你还及时能够去改变 改善这整件事情的状况 你能够去烦心你自己 对于你自己 或者对于这段关系 做出一些调整 但是你们彼此都愿意去改正过去的错误的话 才能避免这个不好的结果的产生 不过通常出现审判逆位也在代表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比较会是一种逃避的心态 很可能你们都不愿意去面对 整个事情的真相 或是事情问题的真结点 所以这个结果比较倾向是否定的一个状态 好 不过也要鼓励你说 通常高塔这张牌 当一切都结束了 或者是一切都毁灭之后 其实就是重新的开始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还要抽到哪些牌卡呢 这里你抽到的是代表不 所以回应到今天所问的问题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好 再来最后你抽到的是勇往前进吧 这张牌子在告诉你 就算说现在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是不对的 感觉上你要告别一段 比较不好的一个过去 它在告诉你 该是告别往事的时候了 你会迎接新的气象 所以就像刚刚所看到的 当这个高塔 这些不好的过去被摧毁之后 你就可以摆脱你对于你内在那种过度的执着 过度的执念 以及让你觉得已经成为一种束缚的一个过度沉溺的情绪 也恭喜你 你即将即将会有一个比较崭新的未来 不过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变化 或是摆脱过去情感上的束缚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所以我会希望你必须要能够有勇气 继续的往前走 不管你目前遭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多么的剧烈 我希望你给 要给你自己信心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会变好的 好 以上就是选到最后一组排卡的观众朋友供你做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 记得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也欢迎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需要的人看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谢谢各位观众 也祝福你们